109年国中教育会考将在16、17号登场 这次一共有21801人报名 但是武汉肺炎的风暴还没有解除 教育局方面也针对防疫部分做好准备 除了管制各考场进出动线 还要加强市场以及休息区的消毒作业 考生进到考场必须要配到口罩、准考证、量测体温 以及进行首部的消毒贴上辨识的贴纸才能够入场 同时也不开放亲友配考 因为武汉肺炎疫情还没有解除 面对即将到来的国中会考 陶医师政府教育局也做好了兵推演练 除了基本的量测体温消毒外 考生在两天考试中必须全程佩戴口罩 进入市场后除了监考人员查验核对身份 要求将口罩拿下外 其余的时候不能脱下口罩 如果不听劝阻 该科将不予计分 请考生要多加注意 全程都必须戴口罩 也就是说我们所有参加考试的学生 每一节课都要戴口罩 那没有戴口罩 那个该科会联分计算 所以我们先导 请国中跟孩子说明 务必配合 在考场里面都会开冷气 还会维持市场前后门开启 所有窗户都会留大约十公分的缝隙 以保持通风 而今年不开放请用陪考 另外在用餐时 原则将安排考生在原市场教室 进行用餐 教局也会提供考生防疫用餐隔板 避免造成群聚与飞沫感染 来确保考生应试的健康与安全 5月16、17已经很热了 那以往都有开冷气 那今天因为疫情 那因为很热 不开冷气可能受不了 所以冷气还是前面开放 那可是未必领感染 所以每一个窗户都会开十公分的距离 然后前后门会打开 那也因为怕这样如果窗户打开 在播放阴听的时候会造成干扰 所以这次阴听就起销不考 那就是这一次的临时措施 另外为了配合防疫工作 教局除了提醒考生 务必提早半小时以上到达考场外 也提醒考生 在这段期间 避免出人潮拥挤的地方 随时关注自己的健康状态 在考试当天能好好表现 桃園有些新闻 冬玉菲市府采访报导